大家好,我们是文艺青鸟 文艺青鸟的理念专制于加强青少年和儿童对艺术美感的认知 结合了SDGs项目15的路易生态,结许11个艺术流派 它初期对表作和台湾的30种特种鸟类结合 它们将以不同风格的主张造型和动作融入画面中引领你们进入鸟的名画世界 首先是我们的制作动机 日本的国土虽然是台湾的十倍大 但它们的特有种鸟类数量却不及台湾 中国也只有93种特有种鸟 台湾具有这样的环境优势 却学少有台湾人了解我们鸟类的迷人之处 目的的部分是以美感和生态教育理念展开分支 希望从小地方着手开始去做出改变 幼童到青少年的阶段是美感养成最重要且最容易被殉逃的时期 主人们因此决定以儿少为客群 运用我们自身的绘画优势来绘制书籍 藉由有趣的题材唤起大众对于艺术生态保育以及书籍的兴趣 透过书册周边产品的创作 我们希望大众能够更重视台湾特有鸟类的保育 提升儿少对于生态环境的认识 尤其是台湾特有种鸟类的保育意识 希望能够培养儿少对于艺术的兴趣 让他们能够欣赏并表现出对艺术的喜爱 希望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充满趣味性与知识性的学习媒介 让儿少能够通过鸟类、艺术与科技元素 探索与学习美感教育的知识 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也制作了表单调查 问题分别是你知道台湾有哪些特有种鸟类吗? 你听过哪些艺术流派吗? 阅读的频率是高还是低呢? 根据表单调查结果来看 有89%的人并不清楚台湾有哪些特有种鸟类 66%的人几乎没有听过各类的艺术流派 62%的人现在很少有阅读的习惯 在发想阶段中 我们与老师讨论之后 决定好我们要以特有鸟类保育与儿少美育为目标后 便开始搜集相关领域的资料 评论能力与确认方向后 我们便周受开始设计了我们的书册以及功用 在做了美感教育与鸟类保育的相关资料研究后 我们也制作了SWAT分析 来使我们更加了解这个主题的发展潜力 优势是我们对鸟类也足够熟悉 并且符合了SDGS15的路易生态 主题和台湾本土生态息息相关 并具有创性 夜市是我们的绘制速度较缓慢 并且预算较低 威胁是互动科技可能会比书面作品来更加吸引人 绘本类的竞争者也比较多 但我们的机会是我们可以延伸制作我们的文创周边 可以发展成教具 可以运用更多台湾生态结合不同地区的艺术史 资料查询的过程中 我们也对台湾30种特有鸟类 去做了许多了解和资料的搜集 参考了蔡景文老师的台湾特有鸟类手绘图件 以及许多关于记录特有鸟类的文章 艺术方面我们截取了1870年到1970年百年间盛行的风格 例如美术工艺运动、印象派等十一种艺术流派和主意 并对其中收集到的大量资料做了分析 了解不同时期的笔法以及理念 四方面我们参考了尼亚古德的著作《当艺术家变成猫》 在美术馆里逛一天 21只猫猫看艺术 对这三本书里将猫咪结合艺术的手法 让我们也希望透过富有粗略性的方式 把科剧特色的台湾鸟和西洋艺术史 融合成一册能够使孩童以及青少年 甚至是成年人都有兴趣翻阅的书 到了资料分析的阶段 我们首先在各种艺术风格中 选出了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分析画面中的元素 在与鸟类的特征与奇迪作结合 我们下方将以归影画美来作为例子 法国印象派主义画家科洛德·莫奈 创造了一系列干草堆作品 其中干草堆原底尖头的外观 让我们联想到的是 关羽画美圆润的身形以及它的官毛 原作干草堆背景模糊的远山 我们则使用了关羽画美的重要基地玉山 来去做结合 于是我们便得到了我们的作品鸟毛堆 后面的山景我们融合了玉山 并将关羽画美做成三角鸟干草堆 画作部分我们也模仿了干草堆中的色彩光影 成品展示的部分 在书籍封面可以看到我们的logo 我们的logo带着一点鸟的意象以及特征 鸟字下方的四点是模拟鸟类飞向时 尚未展开的飞语 上方做的一笔弯曲线条 则是鸟类头顶的冠语形象 在书籍中我们将会在左方放上我们的流派名声 鸟类的图面还有流派的代表作 右方则会放上我们绘制的作品图 备注上鸟类的学名 绘制的作品名以及作者的原文名 首先是美术工艺运动 拒绝美鲁灵魂的机器产品 提倡手工艺的价值 代表人物为威廉莫里斯 以花草壁纸设计文明 这张便是威廉莫里斯的海绿 鸟类部分我们选了小鸟嘴和大鸟嘴 来结合这张作品 背景为了呼应他们的漆地 画成了蕨类 小鸟嘴白脸夹黑眼线 看起来很像国剧中的奸臣 也因为外形 常被商鸟人牺牲成小强盗 大鸟嘴的外观和小鸟嘴都很相似 但大鸟嘴的个性较为羞怯 印象派着重的是对光影的感觉和印象 常常以生活中平凡的事物 来作为描绘的对象 这张便是来自马来的作品 《吹笛子的少年》 而少年的红裤子 让我们联想到的鸟是台湾猪雀 台湾猪雀的个性大胆且不怕人 常常会在路上看到她的踪迹 秀拉是法国的电材画拍画家 也是后名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擅长把色彩底论 讨用在作品里 这张是杰克岛的星期天下午 而为了呼应画中绿子 深蓝色长形的形象 和带着黑色高帽的男人 我们画了一身蓝紫色羽毛的紫笑东 以及有黑色桶底的乌桶翁 新艺术的风格中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有充满活力 波浪行及流动的线条 像是使传统的装饰充满了活力 表现形式也像是从植物生长出来一样 这张原作为新艺术代表画家 画木下艺术次元作中的绘画 鸟类的话呢我们选用了蓝富贤 蓝富贤的公母外观差别非常的明显 只有公鸟才会有一身亮丽的蓝色羽毛 母鸟则色褐色 蓝富贤的身性也较为害羞 一有动静就会逃走 野兽派的特点是狂野的色彩使用 以及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常常带给人不合理的感觉 这张呢我们使用了帝质 帝质鲜艳又抢眼的外貌 我们将它结合了一首牌代表画家 玛丽丝的作品小麦树 大家应该都听过帝质 就算不熟但也一定会很喜欢它 千元超炮背后的那只鸟便是帝质 莉莉派打破传统绘画中 单一试点作画的规则 把物体实际存在的所有面向 上下左右不同试点都要表现出 安排在一个画中 我们把五色鸟画成了 贝卡索的作品《哭泣的女人》 五色鸟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 也找到了台湾女竹母鸟 身上羽毛有物种主要为绿色 后来竹艺作品中采用了重叠 与重复的手法 表现出万物的动态感 这张是仿座甲克莫巴拉的 拴着皮带的狗的动力 图中正是一只正在动的竹鸡 主机的个性害羞 不太容易看到它们 飞行能力不佳 受尽下石 常快跑躲进草丛中 这张原作是《梦克的呐喊》 波拉主艺注重表现内心的情感 而忽略具体外形的描绘 作品表现将现实扭曲和抽象化 这个做法尤其用来表达恐惧的情感 画中的主角便是白头冬 最明显的特色就是白色的头部 加上黑色的躯干 看起来就像头是装上去一样 后面那只则是深山竹鸡 个性隐秘 但防卫领域时会大胆现身 最后面的是台湾从树荫 声音像电爆滴打滴滴打滴一样 也有人叫它们电爆鸟 蒙德里安提商出像画以及单纯画 简化成几何形状 并填入红黄蓝三颜色 与黑白二非色彩的颜色 正好呼应了我们台湾蓝队的预色 超现实主义延续大大主义 甚至于1920年至1930年间 作品中充满了奇幻、诡异梦兴般的场景 于是我们把玛格丽特作品《男子》 里面的主角变成了赤幅山雀 因为他们贴性吵杂 所以用苹果堵住了他们的嘴巴 黄山雀的亮红羽毛色 让我们理想到的是玛丽联盟路的金发 于是使用了安迪沃和的玛丽联盟路 作为参考作品 抱持着艺术世俗化的观念 以平时熟悉的生活环境作为题材 将商品、海报以及新闻照片复制 文化感的线条以及跳通的色彩 都是长出现的表现手法 顺带一提 黄山雀在票选台湾公鸟时 得到的票数是12万多 甚至胜过了蓝富贤的9万 以上是我们调选出来想在报告中 介绍给大家的作品 更完整的内容将会放在 之后文艺尽量的书册里面 再来是文创商品的部分 首先呢有我们的明信片 旁边内容包含了鸟类的绘制图 以及龙牌介绍 另一面呢则是鸟类的原生 旁边恢复上详细的介绍 我们还设计了帆布袋 背套 徽章以及可爱的贴纸 在最后的最后 我们认为台湾之所以被大家称为 宝岛以及美丽岛 那么势必就存在着 直动我们去探究的宝藏 希望在这一次的制作之后 大家能够更了解了台湾生态 以及加深各项美术流派的知识 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是文艺青鸟